欧盟边境的难民曙光出现了一丝的解套 这个白俄罗斯宣布已经清除在波兰边境上的眼影 把难民从两国的最前线撤退到附近的仓库里头 而白俄罗斯一面妥协却一面向欧盟讨价还价 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就说了 只要欧盟接收2000名的难民 白俄罗斯就会遣返5000人 但是白俄罗斯的提案让波兰还有德国都不买单 德国内政部长跟职业 他们拒绝对白俄罗斯的施压低头 绝对不会落入白俄罗斯的拳头 欧盟边境上来自白俄罗斯的难民 参丰露宿搞一段落 白俄罗斯出手把难民从铁丝往前 送到设有暖气的仓库里头 也有难民等不下去 搭上飞机前返回伊拉克老家 中东难民鸟兽散 白俄罗斯表面上看起来有意化解 台面下却向德国总理梅克尔喊价 要欧盟接收2000名难民 换取白俄罗斯遣返5000人 德国内政部长拆穿了白俄罗斯的如意算盘 与波兰站稳同一阵线 拒绝接收这批人造难民 白俄罗斯背后的老大哥 俄罗斯总统普丁 继继继续抓紧难民议题 痛疲西方国家 秦海人权记录半般可考的普丁 开口大谈人道义务 在波兰与白俄罗斯的边境上 实际采取行动的 是这群低调的小老百姓 波兰民众在寒冬里头送上热汤 但中东移民 被白俄罗斯政府鼓吹的美梦 到头来恐怕只是政治算计下的 一场空 华西新闻综合报道